门窗玻璃多处破损 屋内还会漏水 电灯坏掉好多盏 它整个环境是这样子的脏乱 而且水电真的都坏了 那个电灯啊 什么都会都是很老旧的 此期展开居家修缮计划 不亮的灯先换新 坏掉的马桶也更换 最伤脑筋的是脏乱环境 志工展开居家环境大清扫 蟑螂满乌窜 志工慢慢清 也用接龙方式 把清出来的东西往楼下搬 坏掉的冰箱跟楼梯宽度差不多 台下楼也是学问 垮掉的木板床重新盯好 才能睡得安稳 这个家暗主高龄86岁 跟患有思觉失调症的大儿子 还有网生二儿子的一对儿女同住 秀善整理好的屋子 患染一新 志工送来蛋糕祝福 大海新闻珍珊美志工 台中综合报道